把艺术带进社区,为师智长者开启创作力 位在捷安乡的慈恩艺术村 首次尝试和慈科大师智社区服务据点 透过艺术曼陀罗课程 除了可以让护理系学生实习 也帮助师智长者动手创作、动脑思考 增进彼此的互动还有社区参与 也为长照服务开启新的可能 位在捷安乡的慈恩国际艺术村 首次和全台第一间设立在大专院校的 师智社区服务据点、慈科大、睿智医学院合作 安排护理系学生、艺术村讲师和师智长者 透过肢体律动、艺术创作等课程 彼此连接互助 除了希望艺术种子成长茁壮 也希望传达社会对师智友善的理念 这次刚好是结合护理系日二季实习 那我们出发的终点主要是在社会参与的部分 那刚好有了解到 此任艺术村其实都有在做社区共创 以及社会参与的部分 所以就希望可以跟慈善艺术村去做一个连结 然后可以让这边的师智长辈达到一个社会共创 然后达到一个师智友善 此次合作计划主题围绕在曼陀罗 分成自然、声音、剪纸和绘画四个课程 安排讲师和长者 透过艺术创作启发思考的能力 我觉得这个工作室是非常利用的 因为他们能处理他们的感觉 因为他们能处理他们的感觉 我们希望能够激发我们的长者 以及我们的同学 在轻盈共创的过程中 去体现更多的创作思维的培养 所以我们就是持续地去跟学生沟通 来跟长者递出创作的邀请 希望透过不同主题的曼陀罗的系列创作 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中心的长者 可以有更多这个创造力的一个启发 那当他有创造力的启发之后 他就开始思考 开始有不同类型的创作体现 那我们这一次很开心 可以跟我们慈禁科技大学 来进行这个第一阶段的一个实践 那期待未来还有后续更多的活动 可以带给我们的长者 透过社区共创、社会参与 走出户外等方式系列课程 邀请失智症患者走出家门 增加社会互动的机会 也让不同世代的年轻人与长者互动 进一步了解、学习连结 也为长照服务开启新的可能 记得长方言黄林诗报导